民主党在出现退党潮 新界东支部潮成员流失尤其严重 副主席刘慧卿重申 没有打击党的团结和士气 多个政党和组织 近日就加强在新界东的活动 新界东这个全香港第二大的选区 明年立法会将会成为各个政党的主战场 旺亚宇报导 团结典光网 新界东力量 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 与新界东支部党员开会 重新团结一心 并且积极被战年底的区议会选业 我们民主党 我们怕不怕竞争啊 不怕 我们是绝对非常之团结 一起去迎接这种战方 2012年有两票 就是因为我们民主党去争取 我深信很多市民是很接受的 很多以前甚至没投过民主党票的市民 都会在今年和明年投票给我们 民主党新界东支部架构 要应付未来的选举正面临重整 最新决定去党的资深党员何淑婷 就是属于新界东 另一年他有份参选立法会 排在郑家库名单之内 两年多后的今天 名单中的七个人 有六个人推出了民主党 有危疫不悟机 新界东的这个乱局 也都正正是其他政党和政团建立地区力量的好时机 发文的另外两个阵营 公民党和社民 公民党的汤家华 早前曾经表示 会积极考虑在将军奥落脚 选区议员 再寻区议会进新立法会 至于梁国雄就继续守在新界东 至于其他阵营 由工业界立法会议员林大辉牵头 联同多名区议员创立的社区18 最近也是新界东活动 并且有意派人参选年底的区议会 社区18成员的部分是来自区议员 他们相信也更加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 更多空间服务社会 我不排除的部分成员是希望参选的 或者继续参选的 至于自由党 前主席条约进复出 党领导近日在新界东派叉烧饭 打好地区关系 移民建联就继续地区工作 希望来届立法会选举 保留新界东的两席 现在新界东有80多万登记选民 是全港第二大选区 也是最多年轻选民的选区 亚洲电视记者黄崖宇报道